尽管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 利率一直处于低水平 但根据公积金保底利率 政府依旧持续支付可观的公积金利率 人力部长陈诗龙表示 如果挂钩利率超过保底利率 公积金会员也会相应获得更高的利率 人力部长陈诗龙在回答议员询问 随通胀上升 公积金利率是否会上调时说 公积金普通户头利率 跟本地三大银行的三个月 平均存款利率挂钩 特别保健储蓄和退休户头利率 则是在十年政府债券的基础上 再加一个百分点 有议员询问 近期不少银行都推出利率更高的存款配套 这是否会促使政府调整目前这个 已经使用了二十多年的利率计算方式 公积金局将在下个月公布十月开始生效的新公积金利率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唥白 本地的公积金主针